那如何把那個什麼呢,我剛剛講,所以底下的話我就把那個工作表名稱才會改,因為數字英文中文的個數,所以就算出它的個數 那另外一個就是留下那個數字就到這裡,留下英文放這裡,留下中文放這裡,所以把它分,如果沒有的話,那就是裡面就保持空的 像這個的話基本上就是把Excel直接就放到這邊來,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把這個放這邊,這個放這邊,但以前如果說你是用的土法鏈鋼來做的話,就是人工,那人工當然非常浪費時間,資料量一多的時候,絕對就不是好方法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樣,不要人工,而是什麼呢,利用這個程式的方法,然後呢,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那首先的話呢,當然我們上個禮拜已經有做過,我們要的數字個數,其實你可以從數字個數的程式來修改就可以了 那如何做修改,一一樣開發人員,把那個上個禮拜的程式一樣叫出來 那三個禮拜的程式的話呢,我們是把它放在這個模組裡面,在這裡,姿態小,把它工具選項一下,把它稍微放大一點,12號次左右吧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會需要把按鈕改一下,也許那個按鈕呢,就不叫數字個數 乾脆換一個名稱叫留下數字好了,留下數字到哪裡到這裡 所以呢,請各位把這一段程式,所以請各位把這一段程式複製一下 從哪裡呢,從這個sub到這個and sub,複製一下 複製到哪裡呢,複製到下面好了,這地方,把它貼上 OK,那名稱稍微改一下,就不叫這個數字個數,叫做留下數字好了 OK,這邊的話,我就再加兩個字 OK,好,那這樣子,將來當然按鈕也會叫這個名稱 好,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我們就來思考,欸,怎麼樣做 其實程式不需要大幅度的改,只要改三個地方就好 就我剛剛講的,第一個,把這個count,改一下 把當它是數字的時候,就不是加1 然後最後輸出,主要是這三個地方 那如何做修改,第一個,因為我是要那個字 所以呢,第一個 我講過就串接,所以第一步,請各位把count等於0,改成什麼 我用一個變數叫S好了,那這個名稱當然你可以自己取 S等於沒有 意思是說,我在記憶體裡面增加一個變數 就是S,目前它裡面是沒有東西 沒有的話意思就是說,那當什麼時候會有呢 就是當它如果是數字的話,我就把那個數字怎麼樣 把它放到這個S的後面,串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呢,假設是 1,2,5的話 1,4,那我就把1先留下來 然後串,串在哪裡?串在S裡面 再來2是不是,2也是,所以再把它放在S裡面 所以S就變1,2 再來5,5也是,那就1,2,5 所以S就變,本來是1,再變1,2,再變1,2,5 OK 那只是程式要怎麼寫的 第一個,把count等於0,改成S等於空的 那產生一個什麼?一個文字的變數 接下來的話呢,我要把這第二行,第二個部分改 要怎麼改? 就是不是把它加1 我這個留下來 改的方法 就是 把它S 等於什麼? S自己本身 串接的話是end 不是加喔 之前不是用加的話是計算嘛 那串接是S 那把那個字 就是意思說,他找到那個字 他找到哪一個字? 其實就這個字 med有沒有 med 切的那個字喔 有沒有 因為我是把那個字放進來讓他判斷 所以基本上呢 end 把這個 關鍵的地方就是你刮糊的部分不要做錯 med 前刮糊 這個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嘛 因為他先切第一個 把這個字 第幾個字切出來 所以特別重要,刮糊到這裡 把這個放到哪裡? 放到他的後面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第二階段 我做一次一個看喔 把這個喔 複製,那我習慣是 按右鍵複製 或者是說呢 拖拉的時候加坎充鍵 好,這樣就OK了 記得喔 你 最容易出錯的部分就是什麼 前刮糊 對一個後刮糊 有沒有 med 這個前刮糊在這裡 後刮糊在這裡 這個是Sales的前刮糊對後刮糊 好 那這樣的話我就怎麼樣 把我 這個是數字的資料呢 全部都串在S裡面了 最後呢要輸出嘛 輸出的話當然 一樣的到底 就是怎麼樣 把 串完的東西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 B欄裡面 這樣子 程式 就寫完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大概會有幾個步驟 1 就是把本來是數字個數的複製到底下 改個名稱 本來叫數字個數 現在改成要留下數字好了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 本來是抗子等於0 那第三個 就是 本來是抗子等於抗子加1 現在是 S等於 S串那個字 那個字喔 特別說那個字 就切割了那個字 最後再把資料 丟到哪裡呢? 丟到儲存格裡面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了 OK 丟到這邊來 因為呢 Esser裡面沒有數字 所以他 應該 這個S裡面 本來是空的 最後還是空的 輸出沒有就空的 那125有 所以他是 1 先切 所以 E4 所以就是 S 會等於1 然後再來 AND 變2 再來5也是 所以125 125這個字串 最後125字串呢 就會被丟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就125了 依此類推 那這邊 Nokia 8310 8310 這邊也會留下來 所以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來run一下如果ok的話那這一題就大功告成了OK所以基本上的話呢我們來執行 有沒有發現 哇好快一下就全部大功告成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如果是英文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改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因為其實你會發現這個東西一模一樣嗎這個也有 那最後輸出的 也一樣所以你其實第二個 就是把這個複製到底下 變成改成留下英文 有沒有然後改一下 然後留下中文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很快的把什麼 把這三個全部做完了 所以其實 做完之後的話呢當然你會發現 非常好用以後的話如果你的資料裡面 你需要把某部分的資料 把它分出來的話 那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做 甚至 如果不是英文 不是數字英文中文的話你可以把那個邏輯有沒有 修改一下 就可以取得你要的資料 比如說你要取取的資料 剛好在除辰哥裡面 的什麼位置 你就可以去把類似用類似的方法就可以把它做出 請各位試一下分別把那個 數字個數 留下 數字部分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如果做完之後的話英文 中文 用 一樣的方法 也可以 把結果做出來 試試看 那麼 好 我們